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正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啊 我们要来解析热腾腾的美光最新一度引运报告 美光在6月29号公布了最新一季的引运报告 那因为它其实都是在这种半导体巨头里面 财报季度算是比较早公布的 早一个月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美光的季度报告 来看一下说现在半导体产业 记忆体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如果我们去看他们最新一季的这个数字 它上一季开始各项营运表现都开始好转 而且都优于猜测 首先它的营收既成长了1.6% 高于猜测中位数 Non-Gap的毛利率现在是-16.1% 也比上一季回升了15.3个百分点 高于猜测上原 Non-Gap EPS-1.43 亏损幅度比上一季减少 也高于猜测上原 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都比预期的好 但当然不管是毛利率是负的 或者是Non-Gap EPS是负的 就也都代表说还没有到赚钱的程度 这样 那距离赚钱还有多远呢 所谓的比预期好大概是好在哪里 小诚可以说一下吗 好啊 那我想就是要转亏为盈的话 应该至少要两三季 对 那只是说如果先以这一季的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比预期好嘛 因为原本认为是持平 那现在已经算是营收是既成长 对 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在聊公司对于下半年展望的话 其实他就觉得会足迹上升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基本上已经算就是第一季或第二季 应该就落底了 对 那如果公司在谈说 那为什么他的表现会好预期啊 那我想公司有特别提到就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消费性的市场 目前如果以记忆体的角度啊 我们不讲其他零组件 就是以消费性市场客户手头的记忆体库存的话 其实都已经回到就是历史正常合理水准了 应该差不多是在四到六周吧 对 就是差不多四周多的时间就对了 对那这样其实已经不算是一个很高的水准 甚至可能算是合理或偏低的水准了 对那甚至就是公司有提到 还有看到就是目前的客户甚至想要趁目前的低价 囤一些货 对因为一般就是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可能 所有的大厂都在减彩 尤其是大厂好像有意思 传达给夏儿的意思 好像就是说他想要涨价 对那因此就是说已经有开始客户想要 趁目前的低价开始囤货 对那这些刚才提到几个 就是说这个库存已经回到合理的水准了 然后客户又开始担心就下半年会涨价 那其实这些呢都推升就是公司的目前的 整体的未源出货量上升 对所以这一季其实还是叠价 就以价格而言还是叠价 可是其实出货量的上升是表现不错的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的话 其实整体最后的营收的表现 就比公司预期还要再好一点 对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大部分就是因为 整体如果是以低润的三大厂都在减产 那这个也加速了整体市场 就是供需平衡的一个回温的速度吧 嗯所以他是在讲说 现在已经有开始客户在囤货了 对啊对啊 其实这个观点好像之前那个 海力士有稍微提到 就是海力士有几个客户在询问说 下半年是不是要涨价 对就是市场已经开始在担心这个点了 对对对 所以这些总理上来看就是说 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有一个共识 或是已经在担心 就是说下半年会涨价 那所以美光的观点是他看到客户囤货 那其实我们在上 是上一集吗还是上两集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说我们有在聊那个记忆体模组嘛 我们其实也有聊到就是有些模组厂 已经看到就是说 他们很微妙嘛 就是说他们在最新的第一季季报 他们的制成品的存货在下滑 诶可是原料在上升吗 那这个下游模组厂的原料是什么 下游的模组厂原料 其实就是上游的这些美光啊 海力士的晶片 所以模组厂的原料上升 代表模组厂采购上游的这个晶片 总金额价值在上升了 对尤其是你看这是叠价的市场嘛 这个市场在叠价 可是原料在上升 代表他们就是购买量在回升嘛 对所以这些资讯综合起来的话 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些下游的客户 已经可能想要 也不能讲投机啊 就是说反正他想要赌一下 就是下半年 逢低买进 对逢低买进嘛 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充的经营阶层 他可能就是会去做一些这样的操作就对了 嗯嗯嗯 这边是消费性的部分 那伺服器那边呢 哦伺服器的话那就还久了 我们之前解析这么多的公司季报 或者是说我们在 Podcast都有聊到嘛 其实这一季的重点是什么 这一季的重点就是 不管是去参加展场 或是去听法术会 全部都讲AI嘛 对 对那所以美光也是 在这个法术会逐字稿里面 也是谈了好多的AI 不过他有说到就是说 嗯 虽然说AI需求超义预期 可是毕竟目前 整体的主要的高比重的销量 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就是伺服器嘛 那传统伺服器来看的话 其实公司认为就是说 目前这个传统伺服器市场 下游客户的记忆体库存还是偏高啊 公司认为可能就是还要到两季吧 可能还要到年底 甚至到明年上半年 伺服器的记忆体的库存 才有机会回到正常合理的水位状态吧 所以这样重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说消费性 其实已经回到正常了 对那下半年 这些记忆体大厂他们认为就是需求可以回温 我想应该是先指说 这个消费性市场会率先有一个季节性旺季的拉货 可是至于伺服器的话 AI是比较好 没错 可是毕竟AI占整体伺服器的市场 如果以记忆体而言 应该是不到10% 所以的话还是要看传统的就是伺服器的需求回来 那这个就还久了 可能到年底或是到明年上半年 可能才会看到伺服器记忆体的销量开始回温 所以我想如果是有在关心这个记忆体市场的投资人的话 我想下半年的重点应该还是在消费性市场 那接下来如果讲到未来 我就觉得有几个很有趣的 首先当然听起来就是说 消费性已经回温了 那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大家比较在意这个会不会成长 绝对值不太重要 会成长就是好消息 所以他们在下一季的展望 他们是说营收可能继成长4% 那GAP毛利率还是负的 可能负13到负8% 那GAP EPS是-1.26到-1.12 这个亏损幅度都比较小了 它还是亏损的哦 可是对市场来说 没关系 反正我只要有成长就好了 可是他们居然还同时说要减产 为什么 因为不是都是回温了吗 可是他们又说他们要有一个短期的第五度减产 就我的角度 表面上的观点 表面上的观点 我想就是说公司认为 虽然是这个已经度过谷底了 基本上公司的定调 他就认为是度过谷底啊 他认为就是说大概从第三季开始 不管是QOQ的角度或者是YY的角度 他觉得应该都会是 叫第二季再更好就对了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落底啊 这个大概就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几个预期嘛 就是反正是QO落底 那只是说如果再往未来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嘛 就是说下半年一开始会先从谷底回温的 应该是消费性市场嘛 因为消费性市场的库存已经回到合理状态嘛 可是很重要的伺服器市场还没有回到合理状态还是偏高嘛 所以站在公司的角度的话就是说 他希望能够加速整个供需再更快速的回到平衡 或者是回到成长 原因是因为如果以目前市场共识啊 甚至是公司的经营阶层观点来看的话 消费性市场的成长力道可能是比较温吞的 对就是现在可能是从很烂回到正常 可是能不能再从正常回到高成长 如果以消费性市场而言 我觉得公司的态度比较认为就是说 没有那么强的需求就对啊 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旺季的回温 譬如以手机的眼睛 目前来看今年应该还是预期就是会衰退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旺季回温的力道 可能相对比较弱或是不如往年这么强 对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要期待 就是哇整个消费性产业大成长来拉动 整个就是下半年的供需转为平衡 或者甚至是可以回到就是供不应求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困难 所以站在公司的说法 他的表面说法是说 他认为在这样的角度 那他们要坚持不要轻易的重新扩产 他们还是坚持这个减产的脚步 对这个好像连准会对不对 就是说不要认为通膨能够那么轻易的 就是消减还是坚持要站在升息的步调 反正美光也是类似上观点 就是说他们认为供给的话 还是不能够轻易的增加 他们为了要加速整个供需平衡 那他们还是坚持要减产 所以他们就是 这一季会展开第五度减产了 哇这个是第五度了 减产幅度要从25%扩造到30% 对那以这样来看的话 再配合三星跟海力士 因为三星就是最晚缩的嘛 可是他至少他也同意要减产了 所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大概公司预期啊 因为现在所有大厂都是减产嘛 他认为就是今年的这个 DRAM跟NAMFresh的供给啊 应该是会直接变成负成长 这算是一个下调了 对 对就是原本认为是说 还是会成长哦 只是这个成长是很微服的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历史上而言 就是说DRAM跟NAMFresh 不管是景气好或景气坏 其实这个位元供给都会持续的成长 对因为他的制程就是推进嘛 就是说你这个用相同的12寸晶圆 那因为制程前进 你产出的记忆体的位元出货量 就是可以持续提升 那只是过去的话通常是说 景气好的时候 这个出货量大幅成长 那景气不好的时候 出货量微幅成长 可是公司说这一次的减产 幅度非常大 所以就是说已经预估 就是今年会直接变成是负成长 这在历史来看 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过程 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议题就是说 虽然目前这个消费性的需求 就算是回温可是回温的脚步 或者是力道很疲弱 可是没关系 因为供给的成长幅度 已经变负成长了 所以他认为 整体下半年的整个工序状况 还是会还不错 或者至少就是说 度过谷底王正向发展 所以这大概就是公司 想要减产的一个目的吧 就是说因为需求 还是相对没有那么的强 或者比较温吞 所以因此他们还是 坚持减产的脚步 希望能够加速整体的产业工序 赶快回到平衡 或者是让市场 就是继续对我们的成长 抱持乐观吗 对对 这个就是表面说法 对对对 那 所以有更深层的说法吗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对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美光 他在中国的市场 遭到制裁 对 所以他的需求就下滑 对啊对啊 有可能说 会不会是因为需求下滑 所以他还是 就是控制他的攻击 这也是一个 另外一种观点 可是当然 的确有法人问这个问题 不过公司强调说 嗯不是哦 绝对不是这样 不要乱拆 我们是 我们是因为 想要就是 维持市场的纪律 所以因此我们才要 就是做减产 对反正这个大家自己判断 总之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只有今天不管个别公司 因为中国市场的制裁 那也只针对美光嘛 至少就是海力士啊 三星啊 或者是说像其他美国公司 像什么 威腾或日本的凯霞 至少目前没有说被制裁嘛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 美光个别公司 我们管就是整体而言 持续减产 那对于整个记忆产业 那至少就是个正向资讯了 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至少美光持续减产 整体产业的供给减少 那其实对整个记忆体的供需 以下辈人来看 那我觉得是正向的 对 所以我还是维持原本的 就是论调 就是说我觉得 的确现在其实就是不管是海力士 或者是美光 其实跟我之前的预估的论调是相同的 反正就是Q2整个记忆体市场落底 那下半年的话应该会回温 那剩下就只是说这个回温力道强还是弱 那一方面如果我们除了看需求之外 其实可以再看供给 如果这个减产的幅度够大 下半年可能回温的力道也是会不错的 好啊 既然都讲到中国了 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中国好了 因为其实之前 大概有预测说 这边的影响可能不太大嘛 后来美光自己出来说 其实很像币箱中的大哦 那在这一次的法术会里面 他们又有什么新的资讯吗 好啊 其实好像没什么新的 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解析 有稍微提到 对对对 在QA有提到 因为相关的资讯 其实在6月16号的8K的公告 其实已经揭露的差不多了 对就是说 他们认为就是影响的幅度会扩大 对那这个影响的幅度会扩大 主要是因为 原本就是不管是公司 还是我个人都预期 就是说你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如果明文里面写的是针对 中国本地的关键基础建设运营商嘛 那应该就只现在像这种伺服器啊 或电信的市场和客户 会受到审查限制 可是美光的公告 或是配合这一季的就是电话会议啊 他们都提到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不只是这些伺服器或电信的基础建设客户 有受到官方的关切 现在连就是部分他们的手机OEM的客户 应该就是反正中国那三家嘛 就是小米 不知道是哪一家 总之他就是说已经有一些手机的OEM客户 他也说到来自于中国官方的审查关切 对那这个基本上结果是不知道啊 所以正在保守的角度 万一被关切 然后也因此开始停止对美光的记忆体做采购的话 哇那这个影响的范围就会明显高于我们的先前预期 因为代表就是说 这个审查的范围已经从条文上面写的就是 关键基础建设营运商扩大到消费性市场 对那如果扩大到消费性市场的话 那影响幅就更大了 所以美光目前的话影响范围就先抓一半吧 对我在中国营收一半会受影响 所以他把这个对营收负面影响 就是从原先的中个位数提高到12 13% 而且他预期就是说 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这个第三季 就是会继成长4%吗 对这4%虽然有包含中国算是制裁吗 或是限制啊 中国这个网安审查限制的影响 可是他认为说这一季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真正比较明显的或是完整的影响 应该会是从年底第四季开始浮现 对对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 他的复苏脚步 我觉得就是会落后他的对手 因为我们都定调就下半年 整个记忆体就要走复苏嘛 虽然整个产业是复苏 可是美光因为他有一个个人因素 就是他个人有一个就是被中国算是制裁 一个影响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他第三季影响还没有那么大 然后到第四季才会完全影响 这个我不觉得因为公司没有讲 但是我猜第一个话讲就是说 这些客户手头上都还有库存 或者是说也许就是这个办法执行 需要一段的时间 然后又或者是说 因为最先一开始关切的是 伺服器跟电信市场嘛 那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中个位数 那可能他也许在第三季反应 可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是消费性市场嘛 手机OEM的客户嘛 诶手机OEM客户 他们是最近才被关切 那到底被关切之后 到底是不能买还是要买 可能还有不确定性 那这个可能就是也要等到一段时间 才能做比较明确的结果决定 对那所以这可能都会影响到 第四季范围才扩大 或者是如果站在我角度 如果说消费性市场 诶到最后也许是safe的话 我说如果 但我不知道 如果是safe的话 那也许第四季之后的影响 那就跟第三季差不多 诶可是如果说 消费性的客户 的确他们也说 中国官方跟我讲说我不能买 那可能这个影响 就会在第四季 再叠加原本的这个server和电信 不能买的影响 就会在第四季扩大 不过这个只是一些 我的片面猜测 公司倒是没有说为什么就对 嗯嗯 那公司有针对中国这边 有额外在讲什么东西吗 呃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刚好 蛮巧的时机点啊 就是说 他们在6月16号不是公告 可能影响范围扩大吗 对 诶同一个时间 其实他们又传出这个讯息 就是说他们决定 要扩大在中国投资嘛 这个我们上期也有聊嘛 对啊 那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 跟官方妥协的手段 对啊 只是说这个妥协手段 那有没有用 我个人觉得也许是效果有限啦 因为 其实这几天 或是这个上礼拜五的话 又看到就是这个荷兰跟 美国这边的这个设备出货 限制开始正式出台了 对啊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这个 高阶的DUV 就是荷兰 从9月1号开始 就是要限制出口了 然后非官方发言的这个 路透社 他最近又一直不断在讲 就是说 嗯 美国7月份也要再出台一些更多的 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限制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 美中之间的矛盾跟摩擦 并没有缓和啊 那在没有缓和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美光 被中国关切 与其说是什么 网络安全 其实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贸易摩擦下的一个报复反击啊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 很有可能就是他不管做太多 官方也是 不太理他 或者是说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啦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如果在这样贸易摩擦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觉得啦 他后续通过安全审查办法的可能性也许不高 但我不知道 我只是先猜 我觉得也许不高 对那现在只能关心就是说 那到底影响范围是大或小 那就看看 关注一下 就是说这个到底消费性市场 到底要不要被禁或是被影响 嗯 对对对 其实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啦 就是美光是在6月16 说他们要再投资西安的封测产能6亿美金嘛 那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离开美国 他们要跑去印度 对 他6月16号说投资中国6亿 他22号说那我投资印度27亿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哎 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也是加入了印度对抗中国的那个阵线吗 对啊 其实应该大家都想逃啦 呵呵 也不能说大家都想逃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 就是说地缘政治 那再加上就是很多一些实际的因素 譬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PCB的这个产业 已经有开始往东南亚 哦对啊对啊 泰国开始转嘛 其实某些什么时候也是反映就是说 中国的一些不管是在环保成本啊 或是人工成本这边上升 必然会导致一些比较低阶的 或者是说比较看重成本的产业 开始逐渐在从中国外流 那中国自己本身产业要做升级 对那只说再加上就是美中贸易 美国想要把生产基地做转移的这个动作 那自然就加速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光前往印度设长 我觉得某些程度上 也算是配合就是美国官方的一个布局布调吧 对对对 那只是说他目前的话除了印度之外 中国他怎么也反向增加 中国反向增加这边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 因为这个制裁 求饶啦 求饶啦 真的要跟官方妥协一下 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些因素 我倒是不觉得美光会在中国扩大投资啊 对 好啊 那中国讲完刚刚有提到一个 你说在这次的法说会里面 美光当然也是提到了很多的AI 那我们刚刚比较没有在深入提说 那他们提了什么 所以在未来美光讲的AI讲哪些东西呢 好啊那当然美光很看好AI啊 或者是说美光不只是AI啊 他还是蛮看好整体的伺服器市场的 虽然说伺服器市场在下半年 他的定调是去库存 对 可是这只是短期 就是下半年的重点 可能也许是消费性市场 先从谷底回温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拉长时间 看到24年之后的话 那我觉得美光的所有论述 就认为就是24年之后 整个记忆体的成长的重心 那应该就会是伺服器市场 那伺服器市场为什么会是 接下来可能24年之后的 就是成长重心呢 那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提到AI嘛 对啊 因为这个AI需求目前就很蓬勃 而且我们在过去其实也都有聊到 就是说目前整个AI运算的瓶颈 除了在算力 就是GPU这边供不应求之外 其实中长期来看还有另外一个瓶颈 就会是在记忆体 只是说目前如果以美光的自身来看的话 美光我觉得在几家大厂里面 他应该算是在AI市场的布局 算是比较落后的 对 这边给一些积蓄啊 就是如果是以这个GPU上面用的这个HBM 就是High Bandwidth Memory的话 美光的市占率应该就只有10% 那剩下90%其实就是被海力士跟三星瓜分 尤其是海力士 海力士在这个HBM的市场 其实是超过5成的市占率了 对那三星大概可能就三成多 那反而是美光就只有一成 所以在他的角度 因为他是落后者嘛 那他当然就必须要急起直追 那所以公司目前是表示说 他们基于最新EBETA制程的这个HBM 就是High Bandwidth Memory的第三代 他在2024年初就会开始量产了 对那他估计就是说这个对2024年会带来不小的营收贡献 对他之所以会这样讲 我觉得也许是他已经有接到 可能跟部分下游客户合作的一个订单吧 那这个是High Bandwidth的部分 那另外一块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可以值得观察的 就是说之前NVIDIA就是黄人薰大大 他在来台湾的时候 他有透露一下就是说 NVIDIA下一代DGS的GH200系统就是要推出了嘛 对然后整个规格看起来非常惊人嘛 那在这一次美光的法术会啊 他居然说NVIDIA下一代这个GH200的系统啊 这个Share Memory规格会上升到就是144TB 这这么大的容量啊 他里面大部分的供应啊 美光说会是由他来做供应 对因为他说就是下一代这个系统的 记忆体的容量供应啊 会是由他们所联合开发的这个Low Power D-Rain来供应 那他说这个大概这144TB 里面应该会有75%是一般的 不是那个High Bandwidth Memory 对会是就是一般的记忆体 DDR或者是说他供应的这个Low Power D-Rain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有想象力啊 就是说哇他最新的下一代的系统 美光居然说他是主要的供应商 会由他来供应大部分 对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想象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注意啊 对对对如果是真的就如他所说的 那如果以现在的预期来看 我觉得NVIDIA的下一代GH200系统 我觉得应该也是会被买爆啦 对那这样的话 其实美光在AI伺服器市场这边的追赶 或者是份额 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哦 可能会就是在24年真的开始放量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心的角度就对了 嗯嗯嗯对 好所以这边就是在NVIDIA带动的这块 这个比较像题材吧这个 这是题材啊对不过大家也是关心啊 不过就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看记忆体的话 我们是先看消费性市场从就是谷底回温嘛 哎可是如果靠24年的话 那我觉得成长的动能重点就会在伺服器了 对所以就是后续整个记忆体的 不管是相关公司的估值啊 或是整体产业产值成长啊 我想重点就是可能到年底或明年 就要开始追踪的是伺服器的状况了 对如果伺服器的状况 如这些业者的预期就是在 明年24年上半年开始就会回温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记忆体 都是很正向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 二次衰退的一个状况出现就对了 你这边讲的伺服器是 只有讲AI server 还是你讲的是全部的 server 整体整体整体 对 AI伺服器哪有下去过 就是从年初一直涨到现在 对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的问题是说 哎那个今年被排挤的传统伺服器 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温 对那现在的整体的市场 或是美光的观点啊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看好 明年2024就是要上来了 就是包含这个 除了AI自己本身之外 那还有就是传统伺服器 这边还有另外的题材 就是DDR5的升级 嗯嗯 对对对 那这些都是他认为 就是说会推动 2024年DRAM的产值 或需求回温 对所以我觉得2024年的重点 整个DRAM 或者是记忆体市场的重点 反而是在伺服器 那消费性市场 我觉得可能就普通了 嗯 其实DDR5到 现在出来也两年了吧 应该认真而言算是一年多了 哦 就是他还没有超过DDR4对不对 对目前还没有 那一般可能预期会是在 2024年中开始 DDR5会超越DDR4 对不过美光说 他会领先整个产业 他说他们应该年底 就第四季就会超越 他们自家 你说今年吗 对今年第四季 他们的DDR5营州 就会超越DDR4 嗯 所以这也可能也是他相对对2024年 他自己的伺服器的业绩 相对比较要把握的部分 对因为他目前看起来就是 他在DDR5的出货 在下游的接受度 或者是整个供应已经 开始有明显的成长 然后他上一季 他就说他DDR5营州已经翻倍了 那他直接就是预估他的 第四季开始 他的DDR5营州就超越DDR4 对那我想应该有蛮大一部分 就是在伺服器市场的贡献吧 了解了解 好啊 那以上啊 就是跟美光这间公司 有关的一些营业概况 跟记忆体产业的一些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产业链上面 其他公司他们的展望怎么样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领先指标 就是下游的记忆体模组厂 那我们其实之前都有提过嘛 就模组厂算是 整个记忆体的领先指标 它跟消费新市场是最近的 然后报价联动是最相关的 那平常也没怎么好讲 因为现在如果记忆体 现在脱离谷底 他们就已经涨爆了这样 干真的涨爆了 真的涨爆了 对啊 对啊 所以先讲就是说 反正已经股价明显领先反弹嘛 那业绩的角度的话 是说这个衰退幅度 已经大幅减少 我猜可能在第三季 通过会回到正成长 那再来就是说 现货的价格 对现货价格 其实真的看起来 是已经开始落底回温了 对就是已经有部分的规格的 这个现货价格 已经开始在六月止跌回升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都合乎我们的原本的预估了 那只是说股价已经涨成这样了 还可以再追吗 对那如果站在我的角度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目前的投资吸引力算是蛮偏低的 对那这个纯粹是以估值的角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个人看记忆体模组 其实就直接看PP嘛 对那如果看PP的话 其实几家大厂的PP 其实已经来到就是 过去可能10年或15年 PP的相对高的水准 也不能说是最高点的 就是相对高的水准 对我给几个数字好了 像威刚已经是两倍PP了 那宇瞻也是差不多快两倍了 那实权已经超过两倍 它是2.59倍 对那所以就是这些公司的PP来看的话 真的相对于历史而言 都是赛个相对高点 对所以就是说 整体而言我认为就是 记忆体模组厂 虽然业绩下半年 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到正成长 可是纯粹以股价的 上档空间来看 我觉得吸引力 对我个人而言是偏低 对那如果真的投资人 还是很有兴趣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去从这几个记忆体模组厂里面 再去找就是相对估值偏低的吧 你就去想 有没有可能在 就是落后补涨的这种的 对虽然说其实都已经涨了啦 对啊只是说有的涨得很猛嘛 比如说像这个石犬跟仪顶 都快要涨一倍了 对啊那人家可能会想说 你这个石犬仪顶涨一倍 其他人涨个四五十%应该还不够哦 是不是要再涨更多一点 也许市场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追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 再去找估值 相对低啊 当然我觉得目前估值都已经不算是低了 只能去找相对偏低啊 对或者是说 不一定就是硬要做这个模组厂 对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下一个 我们来看原厂其实也不错啊 对啊因为 如果是这个模组厂已经回温了 那下一个应该就要轮到的是原厂 对那其实原厂如果就我角度来看 其实真的就是目前的估值 我觉得还是相对是偏低的 像美光的话 那美光的确是有涨啊 今年以来可能涨了也是快50%啊 对可是它PB也是才1.5 1.6倍 对那像海力士的话 哦海力士1.3倍 对而且你看海力士 是HBM的就是龙头耶 对它理论上是目前AI的最大受惠者 哎看PB才1.3倍 然后其他还有台厂的可能是 地基的记忆体低润啊 像什么南亚科啊 华邦店啊 这些公司啊 其实他们的PB都还是在 大概1.2 1.3而已 这个都相对是 我觉得在历史角度来看是偏低啊 所以我觉得以刚才说的这几个记忆体原厂来看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估值 都还是比这个记忆体磨厂就是低很多 对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对记忆体的这个市场这边 就是看好了 我觉得不一定要硬要去追模组厂 我觉得可以回头来看这个记忆体的原厂 其实我觉得站在估值的角度 我觉得相对来说会 下挡空间或风险比较低啊 嗯嗯嗯嗯 好啊 所以这几个原厂就是都没差 对不对 都没差 分散 呃应该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投资记忆体呢 而且就是你只挑一家公司的话 那当然也许会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譬如像刚才提到美光嘛 嗯 美光就是这个受到中国制裁嘛 所以我的预估就是说 它的就是复苏脚步可能会落后它的同业 但它DDR5比较快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要自己判断啊 对然后反过来说 如果美光就是脚步落后 那代表就是它的对手就会加速嘛 嗯嗯 对所以像三星海力士理论上应该就是受贿 我觉得应该会是中国制裁最大受贿者 嗯嗯 对对对 那我预估就是说 他们的不管是DDR5或NEMFRAGE 会因为美光被中国的制裁方式扩大 他们这边也会额外受贿 不过受贿幅度大概就中个位数啦 对 那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说 哦那这样听起来 哦这个海力士好像超多题材的 哦又是AI 然后又可以受贿就是美光四占率流失 他去抢到一点 哎你也可以考虑海力士 但海力士在韩古啊 对对对 那只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 哇又是 这么多公司有这么多状况 我很难判断 那其实我在之前有聊过嘛 就是说碰到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 该如何做布局 我觉得可以做就是分散嘛 你可以就是这个记忆体的原厂 就广泛的都布局 对那这样子你看 如果说今天是美光受到中国影响 就会在海力士这边补回来 其实一来一会就没有什么影响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如果担心就是个股的单一风险 那就可以做整体的原厂的广泛布局 对那如果你说 哦我真的就是只想投资单一个股 那我先讲说美光的话 有个风险就先提醒 就是说他下半年会因为 中国制裁这边 他的付出脚步会放慢 不过就是放慢啦 就是说他未来 有没有还有成长机会 还是有 他至少是2425年 还有这个AI或伺服器的题材 那也是可以关注的 那这个就看 投资人自己判断了 好没问题 那以上啊 大概就是我们讲整个 记忆体产业的一些状况啦 那这个是美光就是第一发嘛 接下来一个月以后 又会开始进到财报季 到时候应该又有更多的消息 那既然都已经走出谷底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就会看到更多 对于记忆体产业更乐观的消息这样 对啊 接下来应该就看海力士吧 因为海力士的话 他上一季就说 他第二季就会回升了 然后他又是AI HPN的 就是龙头 那就看看他下一季 会再带给我们怎么样利益多的观点吧 没问题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系列有任何的问题啊 都欢迎留言 不管是Apple Podcast 或者是YouTube 那我们每个问题都会看 我们这就先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